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儿童会说已经即时解雇一个涉事职员 其他相关职员也已经暂停职务 发生怀疑约疑事件的是位于旺角的同乐居儿童住宿中心 保护儿童会接获附近居民举报 说上星期五木岛中心游乐区 有职员涉嫌约待七个两岁至三岁半的刘叔友童 于是报警 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 拉了三个介乎23至44岁的职员 当中最少两人曾经动手 当中包括大力扯头发 大力拍头 掌握他们的面和头部 还有将友谊抛到地上等等 我们警方是非常重视今次案件 我们会继续从多角度和多方面去调查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受害人 或者其他职员牵涉在内 警方会调查三人的动机 全部在中心工作超过两年 拿到相关专业资格 而七个友同身上有红种和乙恒正是留意 今次这件事件是中飞行的事件 亦都是令人很心痛的案件 今次案件里面的所有受害人 都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一出世之后就没有了父母的照顾 而被法庭斑令被社会福利署去监管 而更不幸的就是 他们竟然被一帮他们以为可以信任 以及应该照顾他们的人 去袭击和施药 今次案件如果不是因为 被住在院舍附近的一个居民 看到恐怕到现在都还未被揭发 保护儿童会发声明 对事件感到遗憾和痛心 已经即时解雇涉事职员 相关职员亦都已经停职 并通报社署和报警处理 又安排护士和临床心理学家 检查幼儿的身体和心理状况等 并再送院检查 强调十分重视儿童福祉和安全 绝对不容许职员对儿童 作出任何伤害或者不当行为 已经成立专责小组撤查事件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告 据了解同乐居照顾达100个幼童 有使用站托服务的家长表示担心 也有人认为是个别事件 有关儿童权益团体就认为 这类中心的照顾者除了要注册 也都要留意有没有实际经验 保护儿童会根据他官网的介绍 1926年成立 现在合下一共有29个服务单位 为初生至16岁儿童 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服务 涉事的同乐居 也都有为一般家庭提供暂托服务 消息说暂时涉及大概100个幼童 我都不清楚 其实我现在上转头想问一下 我都想上去问他 又用了服务两年多的家长说 有职员向他解释事件 去年与照顾者相关的 若疑个案有51宗 占整体大概半成 而今年头三季 警方已经接获871宗若疑个案 当中444宗涉及身体虐待 较去年同期大增弱七成 幼儿中心如果同时接受 超过5个3至6岁以下的幼童 要受幼儿服务条例规管和注册 聘请的幼儿工作员 也都需要完成获写处 和教育局认可课程的培训 完成课程之后也都需要注册 幼儿童事务委员会成员认为 机构请人的时候也都需要留意实际经验 有团体早前调查发现 幼儿中心照顾员和幼儿的比例 2岁以下是1比8 而2至3岁是1比14 雷章神家认为应该检视 幼儿中心的人手安排等等 长远也都应该全面检讨和儿童相关的法例 达到国际标准 母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本港早前的输入国案 再多7宗抗认大有Omicron变异病毒株 累计41宗 另外新增5宗确诊 包括昨天初步确诊的机场实施间清洁工 华尔斯及Omicron 54人要隔离 他居住的屯门兆禧院安禧角 早上完成遗风抢检 没有发现确诊国案 兆禧院安禧角的遗风抢检行动 早上6点几完成 政府说大约1,210人接受检测 没有确诊个案 曾经到访大约560户 发现一个人未进行检测 已经向他发出抢检令 另外有大约50户没有人应援 有安禧角的居民说 圣诞节会减少外出聚会 都担心的 但是检测员没事就不怕 那都没办法的 现在检测员工又要照 然后如果聚会的减少去 始终都是不确定的 我年纪都不小 知道现在昨晚检测 今天很安心 可以走出去做运动 自己小心点 没办法 全世界都是这样 怀疑带有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64岁男患者 今个月20日检测情阴性 三日后就初步确诊 这几日曾经到过油麻地果篮 屯门医院临床肿瘤科 和药剂部等等 他在机场客运大楼禁区 做清洁工 主要负责一个初步确诊 输入个案专用的洗手间 当局说患者曾经逗留 洗手间内的储物室 并且曾经与初步确诊个案 同一时间身处洗手间 有工会说 根据卫生署指引 禁区的厕所清洁工 要穿着完整保护装备 包括口罩、面罩、保护衣和手套 现时没有指引要清洁工 完成清洁消毒工作之后 离开洗手间 工会认为应该禁止初步确诊者 在清洁时间进洗手间 如果有人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如果被其他人进去的话 对我们的工的保障是足够的 如果他们真的要进入 洗手间清洁的时候 可不可以就是说 首先将厕所封住先 就不要再给旅客进去 可能一个小时 给他们多少时间去清洁 在那段时间 如果真的有旅客 就要他们忍一忍 那个清洁工用过的 储物室、更衣室等等 所採集的26个环境样本 全部结果都是阴性 无声电视记者何曼君不读 剩下4个新增个案 都可能是Omicron变异病毒株 另外初步确诊少过25众 包括5个香港运动员 体育学院说 包括刘志明在内的5个空手道运动员 完成在哈塞克的空手道亚感赛 回港之后在机场检测呈阳性 另外其余4个新增确诊患者 分别星期一和星期三 由德国和爱尔兰 从加纳或尼日利亚 经埃塞俄比亚 以及由澳洲帝港 全部人已经接种两只疫苗 都大有N501Y 和T478K变异病毒株 即是可能是Omicron变异病毒株 而本港早前的输入国案 再多7宗确认大有Omicron 累计41宗 明天就是圣诞节 湾仔海滨水上运动主题区 在平安夜这一日正式开放 有市民踩船仔过节 有餐厅就说 一年四日的圣诞大餐订在京门 一只只的鸭仔船泛周围港 良心相印刑中相 湾仔海滨长廊运动区正式开放 不少已愉弱的市民试踩过 都说有不一样的感觉 有没有初戀的感觉 有啊 大美都的景景就漂亮一点 这里就围住了就没那么开阳 他这里刚刚围住了一个海港 所以他就很安全 风平浪静非常好 脚辛苦 是我老公脚辛苦 我只是拍摄 爬艇仔丽园 你们很怀念 怀念了很久了 所以第一时间来 负责维港海上乐园的负责人就说 今个月水上单车雨约已经爆了 踩水上单车并不是可以任你行的 只可以在这个1%这么大的 维苑的指定空间里面自由活动 如果想看到维港的景色 就要用多一点的脚骨力 踩到这边更防波堤才可以看到 平安夜圣诞大餐当然不少得 南桂坊这一间属于D雷食肆的西餐厅 今年以半自助餐的形式去吸客 主菜有牛扒和龙花等等 给客人六简一 大约六百元一位 负责人说今年的生意情况理想 一个星期之前订座已经满了 会营业到凌晨两点 始终上年不能庆祝了 这个疫情关系 晚上没有开 很多人都想出来庆祝圣诞 其实他们都没有什么介意 或者你可能是几千那些 他们觉得有地方吃饭 已经够开心了 我们做两弯的扑飞 其实每一弯预70至80位左右 其实两弯都全了 餐厅说疫情之下 部分来货因为旋期而不都有加价 例如龙虾就加了近两成 不过为了吸引多些客人光顺 所以只是适当调整价格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卓气报道 平安夜多区都有市民出来慶祝 记者赖契山在尖沙咀 你那边气氛是怎样的 先预祝大家圣诞法乐 Merry Christmas 尖沙咀这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我们看到其实有不少的市民 都跟这里一些圣诞灯饰 甚至是圣诞老人是蛋卡 较早之前 旁边这个商场都喷过一些人造雪 不少市民见到的时候都在欢呼 气氛是非常之好 刚才我们也跟一些市民聊过 大家看到现在气氛是非常之好的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大家都说今年疫情缓和了 加上今天又不太冷 气氛是刚刚好 所以圣诞气氛比去年好很多 他们也说会玩晚点才走 还说相信越夜越多人 尖沙咀这里的气氛是会越来越好 我会在这跟着最新的情况 先交给新闻报 至于记者关可围就在蓝桂芳 你那边多不多人出来玩呢 入夜后蓝桂芳反而不算有太多人 但是不过有不少的餐厅和酒吧 看到对比一小时之前 入座率都是提升了不少的 像这间餐厅那样 看到其实现在都是满座的了 而警方在下午气 已经在蓝桂芳一带 实施人流管制措施 然后在附近架设好铁马 一旦人多的时候 市民只可以单向 经这个记得立街上蓝桂芳 再由这个云咸街离开 然后蓝桂芳不同地方 也会警察有警方巡邻 刚才警察也会向市民 和不同附近的餐厅派单张 提醒市民和负责人 是要遵守防疫规定 和不要走后驾驶 说回今晚港铁 也不会提供通销列车服务 但是会加密班次方便市民 而部分巴士和专线小巴 也会加强或者延长服务 民署署提醒市民 要留意交通安排 尽早计划行程 我会继续在现场 跟随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还会看看 中大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 和领大的六四浮雕 分别被移走 日本政府宣布 不会派高层官员出席北京冬奥 外交部敦促日方 落实中日相互支持 对方犯卧运的承诺 回来新闻时间 在香港大学移走摆放校园的国商之住之后 中大校园内的民主女神像 和领大的六四浮雕等 亦都分别被移走和清除 中大说从未准许 雕像在校园展示 领大就说相关物品 可能够成法律或安全风险 原本摆放在港铁大学站对出 中大校园的民主女神像 清早已被移走 智联会在2010年中 曾经将他放在铜锣湾时代广场展示 一度被没收再发还 雕像在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展示后 被送到中文大学校园摆放 事前中大说基于政治综合原则 拒绝摆放的申请 事后亦都声明说大学有权保留处理的权利 要求学生会签署被移走 11年后雕像被移走 中大强调从未准许在校园展示 亦都没有任何组织维修和管理承担责任 曾经安排雕像展示的两个组织 支联会和中大学生会 亦都已经解散或者没有实际运作 经过内部评估之后作有关的决定 校方没有交代之后存放的位置 同民主女神像同年来港隔六四浮雕 第二年获领南大学同意放在校园 清晨同样由两球居留外空地被移除 领大学生会临时编输委员会说 他被移到楼里院限楼存放 浮雕园有个位置校方用围板围风 而学生会中庭的民主旅程画像 早上被游上灰色游七覆盖 学生会代表对校方做法感到遗憾 领大就说最近重新检视和评估校园内 可能构成法律或者安全风险的物品 为了保障大学社群整体的利益作出决定 至于日后会不会在校内重画民主女神像 或者是摆放其他象征六四事件物品 学生会代表就说要再商讨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报道 缅局总统拜登签署案禁止进口新疆产品 在北京外交部派评 法案网故事实真相 乐意诋毁新疆人权状况 是初步宣布今次的决定 无线电视记者林仲惟报道 下一节仲惟报道 内地近年弘洋传统文化 部分地方更加不准过西方节日 而北京也都不见庆祝圣诞的装饰 内地受到冷空气吹袭 内蒙古只得零下47.1度 广东也都大幅降温 福建更加有可能落雪 继续新闻时间 陕西西安成为新一凉山冠疫情重灾区 昨天开始封城 但全国石市研究生招生考试明日举行 大批考生向教育部门求助 当局期后宣布 只要考生符合指定条件 就可以认考 内地星期四新增55宗新冠病毒本地确诊 其中陕西占52宗 包括西安市49宗 较之前稍为回落 西安警方证实 星期四封城的第一日 有市民在检测站和几名防疫人员发生冲突 并遭违偶 验证调查案件 针对西安疫情爆发 中纪委向26名相关负责人 追究防疫不力的责任 当中10人涉及有隔离酒店工作人员染疫一事 西安卫健委也确认 已知的三条传播链 其中一条铺及六个省市 多达224个病例 有公共卫生学者说 当地展开新一轮全民检测 不排除会发现大量个案 外面人群聚集 公园检测站都安排了住户分批落楼 我们是对每一栋楼 有一个时间的规划 我们每半个小时就进行核酸检测 另外全国石市研究新招新考试 星期六开始举行 大约13万5千人在西安认考 大批考生向教育部门求助 担心被逼退考 当局公布考生若果因为疫情 无法出散而滞留西安 只要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而从居所到考场途中不下车 就可以认考 至于因为疫情无法抵达西安的学生 可以申请安排在居留地的市场认考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报道 内地受到冷空气吹袭 其中南蒙古厄尔古纳市的最低温度 陆德零下47.1度 广东也迎来湿冷天气 中央气障台今早发出寒潮黄色预警 其中南蒙古古古铃鲁贝尔市 黑龙江省等达到极寒等级 多地气温低于零下40度 冰雾微慢 预料冷空气由北向南移动 零度线进一步下压 福建更加可能出现初雪 广东气障部门就预测 将会迎来下半年最强冷空气 伴随大风和降雨 各地日温气温下降8至11度 深圳最低气温也预料降到6度 晨周13号三位航天员 已经在中国太空站生活两个多月 进行多次身体检查 包括在失重环境下有没有震高 在地球人体脊柱间的椎间盘 会受重力影响而压缩 但航天专家说 在太空的无重力状态下 椎骨间的间距会增大 从而令脊柱拉长 变相增高影响骨骼状态 但在太空又如何站好量度身高呢? 让晨周13号的航天员示范一下 首先要安装脚部固定器 再安装固定用繩 他们要先在天花板躺平 再将自己固定 就可以开始量度身高 先由黄亚屏开始 再到指令长扎志刚 最后到叶光库 他们要保持腰部挺直 量度先会准确 而结果有待比对 每个人到太空中平均能长高4到8厘 专家说 红天员回到地球后大约5天之内 身高就会打活圆形 他们也有可能因此出现石鼠腾痛 甚至追监盘突出等的问题 需要持续跟进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盈那里 内地近年弘洋传统文化 部分地方更加抵制西方节日 北京街道和商场都不见大型庆祝圣诞的装饰 驻北京记者梁长欣报道 来到平安夜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 圣诞装饰寥寥可扫 即使有类似的大型庆祝摆设 都没有写上圣诞快乐等的字句 在另一个商场中庭 也都见不到圣诞树的身影 而是东澳主题的宣传区吸引徒人影响留恋 近年内地掀起抵制洋节 在广西荣安园教育局星期一发布通知 要求各中小学童幼儿园禁止 庆祝平安夜、圣诞节等 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洋节 还这些节日将西方价值观移植去到内地 并且受到年轻人追捧 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严重冲击 教育局又说 如果发现有单位和个人组织庆祝 需要及时举报公安局 以前如果过圣诞节的话 这会摆很多那些圣诞树啊 老人啊什么的各种 然后今年就感觉你看好冷清啊 就是水大流嘛 然后你看人家都在过 然后自己就是也过一下嘛 肯定很低调 不会去戴那个圣诞帽啊啥的 还是要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 其实我觉得过一过其实也没太所谓 就是反正大家都还是要 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 就是把自己家里装扮一些红颜色的东西 会比较吉利一点吧 买到圣诞树还有一些苹果呀平平安安的 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虽然在街和大型商场的圣诞布置就比较少 但是不少商户就选在自己的店铺出片 把这些小小棵的圣诞树营造气氛 母线电视主北京记者梁硕 因不得了 吉林省长白山得天独口的冰雪资源 和临海地贸 造就它成为全国冰雪运动的城地 银座素果的长白山 除了来上雪浸温泉 还可以做什么呢 还可以在雪地飘移 窒息穿越广阔的临海雪原 在这些天然森林越野赛道上驾驶难度极高 车要银得快 还要转弯灵活 领航要经验丰富 更加要判断准确 随味、观赏和挑战兼备 正正是这一项极限运动的魅力 凭着超过1200毫米的年缸雪量 长白山成为现在全国最受欢迎的 冬季旅游度假区 这里亦是多个北方民族的发祥地 滑雪、流冰、自古 就是它们的生存技能 好像滑雪那样 据说就有超过4000年的历史 游客来到滑雪场 似乎都受到这股民风感染 变得飙寒狂野起来 无线电视记者黄静亭报道 转看财经消息 港股在平安夜只有半日时 大事反复靠稳 全周计行资只升了31点 美股标普500指数 在圣诞节长假期前值创收时新高 市场对于新变种病毒Omicro的忧虑了一步减退 港股跟随外围高开182点 开市无期内已经见23383点的日内高位 其后升幅迅速收窄 并且曾经到跌7点 恒指收报23223点升30点 大市成交517亿 重榜股支撑大市中移动A股IPO 共有19家的战略投资者 资者参与 公司H股再升近2% 回控靠稳 上日将京东股份用作派特别中期式的腾讯 股价先升后跌 不止上日挨沽的京东曾反弹最多3% 偿实已超过300亿 出售两间商用定液机租赁公司 预料带来大约13亿元的利润 股价升3% 澳门博彩发公布咨询总结 意见普遍认为赌牌数量应该定在6个 连期应该缩短至20年以下 博彩股做好 永利澳门升8% 今次中国升近半成 是升幅最大南筹股 新能源车股跟随内地股市下跌 长期跌了半成 吉利跌2% 玻璃股有回吐上日急升的福莱特玻璃 回吐1% 信业玻璃已超过2000万元回购股份 股价跌2% 汉契洛生物旗下 重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的 中期分析结果显示 疫苗保护率达到世卫的标准 估计一度升7% 收市升幅收窄至2%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晶报导 看看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20点 巴黎Kek指数跌14点 德国假期有时 下节还会报导 东日美食节开朗 不少参展商预计 今年会丁材良黄 因为趁信干政案被判监22年的南韩前总统博锦卫 获得特赦 他透过代表律师向民众致歉 来到最后一节新闻 一年五日的东日美食节 在湾仔会展开楼 不少参展商预计 今年萧情乐观 收益额近乎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宽别一年多的东日美食节复办 他们有避而来 目标一致 买完盆菜和海参 立刻转战 原价百多元的鱼翅 现在用一元就买到 你们都买的了 刚好就买的了 我预算2000元 美食节一年五日举行 有近300个展商 一共500个摊位 展期去到下星期二 一代又一代 一车又一车 都是血拼之后的战离品 我没有用消费券买东西 好像麻烦点 我打算付现金就付现金 不落八达通 有市民就说 入场要收费 影响了买东西的意欲 公展会商场是否不用钱 所以我去很多次都可以 轮与没有电 走一个小时要走 然后翌日再走一个小时又要走 如果你要钱 我就每次进来都要付钱 开幕日的上午 叫声此起彼落 不少参展商都预计 今年会叮财两旺 大家都两年时间了 记得好闷了两年了 现在都可以出来消费 我非常乐观 我想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度 疫情之下多国封关 有旅行社就转型销售食品 转型一点都不容易 他们由过往可能要背景点资料 到现在去背产品资料 始终我们都是第一年参加 期望我们可以补本 其实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有食环署人员到场巡视 检查参展人员的疫苗记录 今年在防疫规例之下 继续只有个体字 无得试食 试食可以知道那些味道 浓乳缝 靠彩素 靠信用 都挺失望的 因为往年你一路煮一路 香味吸引人是大排长龙 我们做鱼蛋烧买这些 吃得到真的差很远的 乱粒粒落土 有参展商就出奇招 用风扇吹海味的气味去吸客 虽然场里表明不准饮食 但我们发现 不少人买完食物之后 都忍不住脱下口罩 立刻试食 偶尽会有保安上来阻止 但多数都是只眼开只眼闭 母亲电视机就在中策器报道 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说 现时血负处于极低水平 呼吁市民圣诞和元旦期间 踊跃捐血 中心网页显示 星期四一共收集到703包捐血 达到每日收集650包的目标 但O型血负存量极低 少过食日 而A型和B型血 负存量也只有5至6日 中心说 正值公立医院冬季服务高峰期 血液需求持续高期 呼吁市民捐血 而在节日期间 市区和新界7个捐血站仍然开放 因为趁信干净案被判监禁的 南韩前总统博锦卫获得特赦 将会在除值获释 他透过代表律师向民众致协 并感谢总统文在寅特赦局 到沦维修欠界 经常超载 和造船厂安全标准松散有关 7年半新闻报道完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